入过狱的五位明星,金一人跑到国外,一人遭封杀,她成了巨星。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,前段时间陈雨凡事件,让人感叹娱乐圈真是太乱了,希望她经历这样的事情能浪子回头。 今天小编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五位入过监狱的明星,有点跑到了国外,有的遭到封杀,而最后一位则成了巨星。 一、高晓松。一手同桌的你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激起了大家对学生时代的回忆,也让高晓松名声大噪,2011年因为酒驾造成四人受伤,而被刑拒六个月。 如今的他依旧活跃在娱乐圈中,在其他说中也带给大家很多快乐。 二、谢霆锋。谢霆锋长相帅气,年轻时候的他桀骜不逊,2002年因为撞车,找助手顶罪,最后被裁定为妨碍司法公正罪,被判复240小时服务社区令。 如今的谢霆锋没有了当年的人戏,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他与张柏芝、王菲之间的感情。 三、周立波。周立波也算是一个人才,凭借这一个人,一张嘴,他的海派亲口让他火遍全国,其实在早年前他曾因为打架而被判入狱,出来后打拼了十年在朋友的帮助下才在一次翻红。 如今的他经历了美国事件后人气不再,人也已经跑到了国外。 四、黄海波。黄海波算是一个实力派演员,31岁才凭借助上海滩走红,之后他的演绎之路更是顺风顺水。 没想到因为某事件让他被判入狱,很多人替他不止,出狱后也遭到了封杀。 五、古天乐。 古天乐出生在香港,在当年古惑在流行的年代,古天乐也成为了一名小混混,后来出十亿人扛下了所有的事被判22个月,如今的古天乐成为了大家心中的巨星,演技好,低调做慈善。 也许很多人都有不好的过往,但是能洗心革面同样也值得大家的尊敬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